学佛 他学的内容 就是 学习佛陀的教导 按照佛陀的教导 来 行持自己的 这些每一个事物 每一个细节 学佛是学他的内涵 不是学一个 与众不同的动作 甚至弄出一些奇怪的动作 都是这样的 如果仅仅为学一个动作 说实在话 这个动作再怎么样 让你好奇 让你感觉神秘 让你感觉它高不可看 那学上一段时间以后 都会感到枯燥乏味 甚至会逐渐逐渐就厌倦 而真正让我们着迷 让我们五体投地 非常折服的 是佛法的智慧和慈悲 按照佛陀所教导的这些 智慧的这些道理 去做 这个就是学佛 否则的话 把那些词语 术语 理论 拿来念的滚瓜烂熟 念完了跟自己一点不相关 那个不叫学佛 那个丙多叫做 打学术 或者说是爱好 那么从什么地方入手呢 入手的这个方法有很多 路子也很多 这个地方呢 就从一个角度来说嘛 我们说 要清静大善知识 要去拜访和请教 这些高僧大德 那怎么样的人才叫大善知识 高僧大德呢 有四个标准 第一 聚见 第二 聚行 第三 聚德 第四 聚正量 聚就是聚备 聚备正确的见解 他的知见是绝对没问题的 是堂堂正正的 是完全是遵循佛陀的教导的 第二是聚行 就是他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他是真正的行词 第三 聚德 我们常常说高僧大德 大德 他的德行 如果我们通俗的话说 就是他的人格魅力 他真正能够感动我 让我佩服他 他不是说 我活得远远的 看上去好像还可以 稍微走近 稍微多了解一点 就发现什么都不是 那就错了 第四 聚正面 就是他真正在佛法上有造诣 他是真正按照佛法所修行 所印证 他真正取得了佛法所讲的这个成绩 我们讲的好懂一点 就是真正他有佛法的成就 这四个方面 具备 就能够作为我们感恩戴德 五体投地 所向他请教 向他学习的这样的善知识 高僧大德 那么学就从这些地方入手 千万不要 这个 入门的时候 都糊里糊涂的 那糊里糊涂入门呢 其实是本意没有入门的 因为没弄清楚嘛 自己以为自己入门了 实际上两只脚还站在外面 这个是要 一定要清楚的 那 那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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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